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房屋老化问题日渐严重 其实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但却面临即将拆除或闲置等问题 邱伯文察觉到可以利用老房子改建成住宅 并与其设计团队一起动手改造了这间 新旧风格结合的现代住宅 我们一直在台北在寻找一个居住的可能 像现在整个城市都urbanized 到apartment是不是唯一的选择 所以这种房子present一个opportunity 就是代表我们的living the style 跟living the condition 可以有跳出一般框架的可能 生活实验所它是90年的历史 可以看到时代的转变 把它变成一个laboratory的一个思想 将这里取名为生活实验所 希望能在这个空间探索新形态 都市生活的可能性 在改建过程中 邱伯文为了减少建筑材料对大自然的负担 而使用了大量的回收材料来改造生活实验所 大概70%的材料都是回收 花莲大地震的时候倒下的那些大历史 在客厅的地上就设计一种传统的洗尸子的工法 然后加上这些大历史 老屋改建是赋予老建筑的第二次生命 同时也能活化城市的闲置空间 生活实验所不再追求完美的改造 而是将对生活的渴望展现出来 发掘在都市生活的更多面向 让世界也看见台湾都市生活的新可能性 台北市迪化街一间传统的药铺广和堂 一组后导入专业的经营团队 成为社区博物馆 保留老房子的特色 呈现大道成的历史轨迹 有着三层楼高彩色纸砖外墙的迪化207博物馆 前身为广和堂药铺 在多维仿巴洛克市建筑的迪化街里 显得格外亮眼 2016年陈国瓷女士将它买下 转型为社区博物馆 保留了建筑的特色 魔狮子地和红色的贴砖 是最有意义的纪念 更是被列为古迹的一部分 时间会过去 人是已飞 但老房子会一直在那里 这个特色不会与现代冲突 反而能带出历史感 串联过去现在未来 为老屋创造新生命 今天魔狮子啊 他如果今天女孩子穿高跟鞋的话 就会听到咔咔咔咔咔的声音 爬楼梯在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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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个博物馆 或是一个展场来讲 这声音好像有点吵 对那后来讨论了之后呢 我们还是决定 就是能让它整个末世子 都让大家可以被看见 因为我们觉得 这就是老房子里面的特色 迪化207博物馆 是一个将老屋与博物馆 这两个新宇宙的事物 合为一体的概念 陈国瓷女士曾说过 老屋子重生的过程 就好像照顾一位老人家 背后隐藏着许多问题 一个带着一个 需要一一去解决 老房子就是一个空壳 里面最主要的就是人 你必须要有一个 好的伙伴 好的团队 才能把这个老房子 赋予新生命 透过一年四期的 台湾怀旧展览 早期的迪化街历史 像是浓缩在 迪化207博物馆里 来这里 老一辈的人 可以怀念自己小时候的生活 而年轻的我们 也能见证历史的推进 迪化街的繁华 将这份感动流传下去 还有一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